联合报2月独家报导了 嘉义县东石渝港的 船型异象地标的木战松脱 有巧男同因此不慎踩空 导致小腿受伤 嘉义县政府已经着手进行了修缮工程 预计会在端午节前完工 让民众可以安心的在这里观赏龙舟比赛 位于嘉义县东石渝港的快乐出航 船型异象地标 有上百根木战板松脱断裂 日前造成幼童踩空受伤 这件事情经本报独家报导之后 引起县府高度重视 加上端午节即将到来 游客会在这边观赏龙舟比赛 县府最近已发包办理修缮工程 东西渝码头的团体地标 在三月份有媒体报导 民众在这边有 因为木战道扣准了作章 那跟我们因应在六月份端午节的 这边有龙舟进展 我们就尽快来展开来享受 文化观光局设施客客长吕一英表示 修缮工程上个月已经发包 将原有的木战板拆除 准备改铺敏石子 最迟月底就可以完工 让端午节前来观赏龙舟比赛的民众们 不必担心被受损的木战板刺伤 这个工程已经在四月底发包 然后木战丁动工 施工中 那厂商预定在五月底之前可以完成 那到时候各位游客到东西渝码头 那可以来这个团体就要这边来观看台景 观看龙舟竞赛 那我们就确保大家在这边 可以有一个很好的反省 联合报黄黄泉嘉义报道